大家下午好 我叫陈旭 来自英特尔开源基础中心 我负责的工作是中国区的云计算战略规划 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我要感谢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我们的Jim Zimbeling 就是Ninux Foundation现在的这个 叫Executive Director 他把我的演讲安排到最后一个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 最后一个演讲一般我们叫什么呢 叫压轴 一般指的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要感谢他 第二个我要感谢 英特尔开源技术中心的总经理 伊马特首手先生 他特别想来现场 和大家进行交流 但是由于一层一个冲突 所以他无法成行 他就委托我今天 来给大家讲述一个 开源英特尔数据 是如何驱动世界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他给我说 你还要加上中国的元素 所以我要感谢他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数据表明在2020年会有一个 全世界数据的一个爆发 数据显示 每个人每天将会产生 1.5GB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大家知道 Intel其实是一个数据公司 而从我们看来的话 到2020年 世界上将会拥有海量的数据 来自于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那这些数据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500亿的设备 和2000亿的传感器 所以我们讲呢 数据啊 它是新的一种货币 数据它是新的石油 开源软件正在产生数据 传输数据 存储数据和处理数据 所以我后面的演讲 将会延续着这个脉络来进行 请大家仔细体会 那么十年之前 我们获取软件的方式 是通过购买合作软件 那现在开源改变了整个产业 开源软件已经成为业界的主流 同时也是创新的引擎 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近三年以来 从15年到现在 全世界 00是内核社区贡献者的排行榜中 Intel 稳居第一 这个体现了什么呢 我觉得更多是 Intel对开源社区的一个承诺 仅举中国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我们参与了 和主办了 诸多的社区活动 左边一张图 是Intel 2012年的时候 我们拍摄了一张 中国所谓员工的一个全景图 近几年来 又有了长途的发展 又一张图了 是今年5月份 我们和中国移动华为 在苏州举办的 OpenStack 中国黑松活动的一张截图 事实上 从2006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们发起并组织的 中国Linux内核开发展峰会 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盛会 今年是第十二届 除此之外 我们的工程师 在和出版社合作 出版专注方面 付出了很多努力 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是系统虚拟化 原理与实现 第二例呢 是OpenStack设计与实现 目前在该领域中 都是卖的最好的畅销书 第三个呢 社区给了我们广泛的一个认可 大家知道 美林有一个中日韩的 东北亚开元推进论坛 这个会上呢 会颁发一个最高的奖项 叫特别贡献奖 Intel有三个个人 已经在三年 最近的三年之中 获取了这个最高荣誉 分别是2012年 2015年和2016年 以上三页 它展示了Intel 资根中国 承诺在中国加了投入 对我们的合作伙伴 进行直接支持的决心 和信心 下面呢 我将从全球的角度 分为七个场景 给大家介绍 Intel是如何利用开元软件 来推动数据的发展 第一个呢 当然是Intel的一个硬件技术 它的名字叫奥腾 骄傲的奥 腾飞的腾 这个Intel的Optain的技术 它其实是3D X-Point Memory的Media 和Intel的内存和存储控制器 以及Intel软件 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产物 它从根本上改编了 全世界软件存储 和数据存储的一个架构 它将硬盘的大容量 和内存的高速 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相信 这个开元软件呢 在这个领域 将会促进整个操作系统 生态系统和体育价格的变革 因为存储不再是瓶颈 它不再是瓶颈 所以这一页呢 我们体现的是 开元软件 对数据存储的一个处理过程 下一页呢 叫Intel Clear Container 这样一个容器 它体现的是什么呢 它体现的是开元软件 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 它也解决了长期以来 处于工业界的一个视野性难题 什么难题呢 就是敏捷性啊 和这个安全性的一个 叫不协调 如果你使用传统的虚理机 你面临的问题是 在短时间之内 很难启动海量的虚理机 就是敏捷性不够 但你使用传统的容器 你又会感觉到 你在安全方面会有一些顾虑 那么Intel的Clear Container技术 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呢 操作系统厂商和云服务商 他们从社区获得代码 直接使用 或者集成到自己的产品中去 从页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目前 网收幻影的Docker Kubernetes 和Rocket之中 你可以直接获取 Intel Clear Container的技术 我们看到下一页 在自动驾驶方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的开源软件 对于数据 它的一个存储 就是一个传输 传输和这个存储的过程 你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自动驾驶领域呢 它会改变人的生活 让整个世界变得不一样 让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变得更少 让交通变得更加畅通 让你的移动性变得更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举一例 在北京的二环路上 当你看到 通过这个开源软件 助力智能交通之后 将会实现在刚才我所说的三点 那么这个就要求 在一秒钟之内 要处理来自于 数百万数据点 所传输的数据 此外呢 在自动交通领域 在自动驾驶领域 你也看到一个叫 Functional Safety 就是功能性的一个安全 我们注意到 在系统中 各个部件应该紧密合作 共同协调 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在社区之中 Intel公司和合作伙伴一起 共同致力于打造安全性的产品 使它基于Linux而构建 适用于不同领域的设备 下一页呢 是我要讲到的第四个方面 讲Jone Code 顾名思义 它其实是一个构建 无人机的平台 目前呢 这个Jone Code的项目 是由Linux基金会所托管 它现在已经拥有了 40名的会员 同时呢 这些会员涵盖了 无人机领域的诸多主要厂商 这个项目的目标 是提供一个 共有的 共享的 开源的平台 用于构建无人机 整个系统构架 包括飞行软件站 和地面控制软件 同时还有中间件 和一个模拟软件 从而对你开发的应用 进行验证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开发 商业性的 或消费类的无人机的话 我们建议你看一看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体现的是一个 数据产生的过程 就是开源软件产生数据 下面呢 我讲的是第五个点 讲的是Yokto项目 这个项目呢 也是一个开源协作项目 首先它不是一个操作系统 但是它是一种工具的组合 它能够帮助你 创造定制的 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主要用于嵌入室 和物联网领域 目前呢 它的应用已经广泛分布于 物联网 自动驾驶 交通 工业 机器人 和医疗行业 所以呢 我鼓励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呢 就是有志于 打造物联网的产品的话 你可以考虑 是用Yokto的这个项目 作为你的开发环境 那么呢 当我们考虑到 自动驾驶 这种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到 有一个核心性的 这样一个限制因素 在于 机器学习 还不够成熟 从这个机器学习呢 是我要讲的 第六个话题 这个机器学习呢 它体现的是 对数据的一个处理 人工智能 不仅仅是 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团队能干 我们也能干 你也能干 我们大家都能干 所以开源软件呢 在里面 它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呢 世界上 有很多主流的 这个机器学习的框架 都能够免费使用 并且呢 能够拿到原代码 也就是说 在你不需要 显示编程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利用机器学习 来完成这个学习过程 Intel和诸多的大学 和公司一起 共同致力于 开源的机器学习软件 和项目 我们的目标 是让所有主流的产品 在Intel的平台之上 得到完全的优化 在中国我们有一个团队 它在这个机器学习的训练 使它变得更快的过程中 他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他们通过提升OpenCL 让它更好的 和那类似于Cafe 和TensorFlow 这样的框架 能够更好的集成 同时跟深层次的合作 其实是将预测 应用到用户的行为 和工作量之中去 从而提升功耗和性能 它的一些设置 最后一个 我们要讲的是 开源在云技术和数据中心的应用 我们可以简单地看到 这个其实是开源促进 数据整个流程中的一个极大成者 它涵盖了数据的产生 产生数据的传输数据的存储 还有数据的处理 Intel 和中国主流的公有云厂商一起 共同推动顶尖技术的发展 包括一定是内核 然后实行更好的升级和动态迁移 那么我们承诺 将你的梦想和实践之间的鸿沟 给你填满 我这里要简单讲一下OpenStack OpenStack目前已经成为 中国乃至很大一片的区域 相关区域 事实上的这样一个云的构建标准 特别是在开源领域 那么Intel作为全球的 OpenStack基金会的白金会员 我们积极努力解决了 它的一些基础问题 比如说部署栏 电信级领域和企业级领域的 一些特性缺失的问题 同时我们致力于将 稳定可靠的产品和社区技术 带给中国的合作伙伴 大家知道 营造一个生态系统 离不开合作伙伴的支持 我们和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在OpenStack大型云的 部署方面 进行了友谊的尝试 去年中国移动就获得了 OpenStack Summit的 SuperUser 我们和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合作 在Linux内核和虚拟化领域 继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 我们和华为 在云整个的框架之下 进行全面的合作 我们和云联在软件定义网络 和DPDK的使用方面 左右成效和阐述 这里我多讲一下 我们和阿里巴巴的合作 大家知道 阿里巴巴有一个著名的产品 叫云OS 云OS是阿里巴巴的 一个创新式的操作系统 用于终端和物联网领域 同时它集成有云端服务和数据能力 云OS6.0发布更加是一个里程碑 它是基于Linux 基于外表技术 还有许多其他的开源组件 Intel团队和阿里云的云OS团队一块 共同致力于打造基于云OS的产品 和云到边缘计算的解决方案 从而完成对多个不同领域的转型 比如在教育和商用领域 有一个叫做惠普的云OSBook 在智能家居领域呢 我们有美的的云OS冰箱 此类产品呢不一而如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上 开源已经成为主流 开源已经成为创新的这样一个运情 从刚才我讲的七个应用场景 你可以看到 Intel活跃于所有所有开源软件处理 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的流程之中 Intel 我们长期站在世界创新的浪潮之巅 我们也承诺 在今后和诸位携手共进 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